你们知道日本的房子有多省吗 有朋友说想拜托我 找一套一到两个人住的高级公寓 这种事我还能拜托谁呢 也只能让小哥来帮我找 去之前我千叮你万祝福 一定要是高级公寓 一户一层看上去倒是挺高级的 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停车的地方 小哥说停车的地方在楼上 让我先进电梯 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电梯 可进去以后才发现 每个案件旁边都有个钥匙孔 刺さないとあの もう降りない そうそう 直到电梯门打开 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设置了 连门都给你剩了 像我这种一进门就要上厕所的人 脱了鞋 把鞋往柜子上一放 打开左手边的门 所有问题都能轻松搞定 怕我担心安全问题 小哥忙给我演示这个开关 安全问题是解决了 可这电梯 为什么一定要跟浴室连在一起呢 洗脸的地方倒挺大 可以抽拉的水龙头 脸再大也不用担心洗不干净 脸盆边缘也可以放东西 实在放不下 镜子后面 还有很大的空间等着你 旁边还能放个洗衣机 浴室的空间也能省则省 墙壁上放东西 浴缸也是凹槽型设计 厨房也给你省了 直接放在客厅 能胜周胜 好在还有一个阳台 晒衣服的同时 遇到危险还能逃个身 用地上的体子瞎楼 卧室还是有的 里面除了乙龟 撒眼米哦 除了卧室还有扇门 小哥说这是为了火灾地震 电梯停的时候让你逃身用的 这我倒还能理解 可门前这么大一片水泥地 总不会是让你放鞋子用的吧 这时候小哥才告诉我 这片地是让我放自行车用的 还好下楼摁电梯不用钥匙 那么问题又来了 这样的房子你们觉得怎么样呢